歡迎收看十全十美 廚房好咩 在台灣的小吃呢 種類有很多 但是以魚做主食材的種類好像就沒有那麼多了 大家喜歡吃台灣小吃 不外乎就是它的方便便宜又好 但是如果能夠加上營養的話 那就不得了啦 今天呢 我們要來教大家做一魚兩吃 哪裡的魚料理呢 它源自台南 嗯 相信你應該猜到了吧 我們先歡迎梅仙老師 今天好 沒台灣味要為大家介紹土駝兩吃 主要的食材有 土駝一斤 扁魚半兩 大白菜一個 蔥一隻 薑一塊 大蒜三粒 香菜一隻 紅辣椒一隻 還有太白粉拌碗 調味料有 醬油一小匙 鹽半小匙 糖一小匙 胡椒粉半小匙 黑醋一大匙 黑醋一大匙 太白粉一大匙 醃魚的調味料要準備鹽半小匙 胡椒粉四分之一小匙 酒一小匙 另外要準備古早味醬油 醬油一大匙 糖兩大匙 烏醋兩大匙 還有香油一小匙 以上就是土駝兩吃的主要食材 老師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太讚 太讚 太讚 土駝一 你愛吃 愛吃 土駝一 對 那是我們本餐的 本餐的喔 台南最出名的就是土駝一片 鮮魚麵 鮮魚麵 還有那個叫做 三百魚 三百魚 對 魚翅魚湯 喔 讚讚讚 為什麼台南那麼多魚的料理 喔 台灣 本身靠海 靠海 食材就豐富 對 對 當鄭成功來的時候 他是最有最有繁榮 而且他是最有文化 文化外來史比較多 對 我們今天要來料理這個土駝一片 我們想要怎麼處理 想來處理 我來看看 你的東西很多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頭上去看 如果看你每次上 開始準備動手之前 一定是先看一眼 我也學你這樣看 但是我卻是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不要緊張 我想我們台灣小吃 是離不開這個 這個叫扁魚 扁魚 意思喔 有人在這裡吃嘛 做零食啊 有那個扁魚 扁魚乾 它是在調味加工去烘乾 然後蜜 蜜出來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呢 是直接要來過炸 過炸 然後我們把它放下去 我們就不管它 不管它 你看多小碗炒那麼多 你看 慢慢來煎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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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白菜 今天要用這個 這個更新白 白菜 白菜 把它切開以後 然後這個心拿掉 心就不要了 對 心不要 然後我們先 本來是要跟它過炒 我們今天不過炒 我們直接就要來 直接下去煮 下去煮 那下去煮的時候 我先要讓它 怎麼樣 先給它煮熟 煮熟 先把白菜煮熟 煮熟 它成熟度就比較快 那這邊有水 我就先把它燙 我去把它燙下去 可能就不要加那麼多吧 又出水 對 又出水 好 都把蜜蜜煮 好 我今天要特別的介紹 這個魚 我們叫做 頭吐 頭吐 這塊叫頭吐 頭吐 頭吐 這個是 它們的質 它們的性質都是一樣 都是屬於海洋魚 海洋魚 那這個 因為我早上去買的時候 剛剛台風過後 它沒有這個頭吐 它就是 留一片在那邊 不要說我快買一片回來 給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是頭吐 它的尾巴的地方 頭吐是一個 一個魚的名字 名字 沒力了 為什麼要買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你說說看 看不出來 她沒有頭給我看 我不知道 這個在哪裡 白白 白白 白腹 白白 白 白白白白 為什麼 白白 白白 哪個白 北 台北的北 白白 白色的白 叫做 我們台語叫做白白 白白 白白 它們兩個有點類似 像兄弟魚的感覺 它非常的新鮮 那這個血水是剛剛它碰到 我們就這樣子 它們兩個魚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 它的肉質比較細 它的肉質比較粗 這塊是土土 這塊是叫做白白 白白味 肉比較油 比較油 這塊 這塊比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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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的話 我們是常常會用土土魚來做 因為小吃嘛 小吃比較便宜 對不對 比較粗暑 這樣就可以了對不對 你看喔 李仁我們把它炸成這個樣子 你看油這樣子 不要把這個油留起來 不可以吧 太新了 油要拌一散 要拌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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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這樣可以 太多了 太多了嗎 沒關係 稍等我們放骨頭 比較少一點 沒關係 這個也好 這個也關起來 這個也關起來 扁魚先下去煎 對 煎好了 白菜下去跟煮一起煮 跟水一起煮開 對 這個把它撈出來 把扁魚撈出來 撈出來讓它冷卻 好 哇 太一樣了 這跟有鞋子一樣 有中的 中而已 大骨 大骨 有鞋子有鞋子有鞋子 對 你看我在這個地方 我用手觸摸的感覺 把它 這個魚刺拿掉 看到沒 把它觸摸的感覺把它拿掉 打開 這個就不要了 還有什麼魚 現在我們人家做這種鞋類的 什麼魚都可以煮 沒有 我吃太多就沒有了 對啊 你什麼魚都可以煮 對 我們觀眾朋友覺得 我喜歡吃什麼魚 說我耍魚也可以煮耍魚 對嗎 我可以 看你喜歡吃什麼魚 我們就把它來煮 魚要多吃吃 比較聰明 我這個不要煮 我再煮一下 好嗎 好嗎 這樣做起來再大家吃看看 魚的噴解動作 對 蠻老人的 還不會 閃過那些刺 對 要把它閃開 閃開 你看它的魚就比較 比較電 所以它的組織就比較粗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就加入少許的鹽 一點點的鹽 一點鹽來加 然後胡椒粉 胡椒粉 我就把你頭搞痛了 就是一大堆東西 然後酒 那這樣你呢 你就可以看出來 鹽 胡椒粉 酒 然後這邊呢 蔥 蔥 蔥 這邊呢 薑 胡椒鹽 酒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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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醃魚的 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 這樣醃一醃就可以了 我們就不管它 不要抓了 我不要抓了 這個 要醃多久呢 你差不多醃應該 一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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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拿起來 我們來沾粉 入鍋來炸 入鍋來炸 那在沾這個粉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麵粉 跟地瓜粉 或者說太白粉 跟麵粉 或者你純純的用一種粉 叫做地瓜粉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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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沾粉來炸 妳上次有時候 用地瓜粉用一種 要讓麵粉更蓬鬆 對… 所以我們常常吃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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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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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香出來了 你覺得… 替你平衡嗎 很香 很奇怪 這種臭臭的味道 最丟臭 這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 這是真的不可思議 剛剛那個在炸的時候 那個臭勁 剛剛是一個腥臭味 對 現在炸完之後變香味 變成一個香味 非常的香 把它倒出來 雖然是很複雜 因為我們做兩吃 看起來是好像很麻煩 其實不會 觀眾朋友 要吃好吃的東西 就要耐心的等候 好 再來 再來我來做一個醬汁 醬汁 我們要吃乾的的時候來混 混的 醬汁 醬汁 我們要做古早味的 古早味的 來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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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好 做古早味的 來看 這邊大蒜 我們台菜就是離不開蒜 蒜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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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 胡椒 粉 酸麻 黑醋 黑醋 對 我們今天都沒有放油蔥 你有沒有看 對 我們今天放這個 就不能放油蔥 它可以把它壓倒 扁魚乾 扁魚乾 蒜末 蒜末切好 放在碗裡面 然後紅辣椒末 蔥末 香菜 還有就是生薑 薑末 薑末 這叫做黑醋 黑醋 最黑味的黑醋 都把它倒進去 這是醬油 醬油 醬油不要倒那麼多的鹹死 放糖 糖 多加一點 這個是香油 蘑菇 這個叫古早味 我們 我們豆腐季節 哇 你在吞口水 是怎麼樣 香啊 很香 對味 對味 你用豆腐季節 蘑這個就行了 蘑這個就行了 雞肉朵朵的 蘑這個就行了 你剛才放什麼 黑醋 黑醋 醬油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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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油 這個是調味料的四種 黑醋 醬油 糖 香油 對 然後我們加了蔥 薑 蒜 紅辣椒 香菜 這裡面這一碗 一共有九種 九種 九種的食材 加上我的用力 一共十種 十全十美 好 這是我們的醬汁 OK 把這個香菜 等一下我們起鍋的時候 我們蘸一下 好 我這邊的魚 裹粉也裹好了 好了 謝謝 好 我就入鍋來炸 魚肉通常不用炸很久 一下就熟了 它很快熟 而且這種魚非常的嫩 非常的嫩 我聞到你那個醬汁 現在還在流水嗎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先浸一塊給你吃 你吹多少會吞下去 好 不要去動它 讓它固定 讓它固定 那這個 油一定要蓋過這個魚 對…炸的東西 一定要 蓋過原物料 蓋過原物料 你剛剛說要加點 那鍋白菜 要加點雞粉 雞粉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用到雞胞湯 拿一個小道具 加一點雞粉 那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把調味調下去 調味在這邊 調味在這邊 這個最後加 先來加醬油 醬油 對 醋 醋喔應該是… 醋最後加 最後再加 胡椒粉 鹽 好 胡椒粉不夠 胡椒粉不夠 對 鹽 好 好 對 我們再加糖 我們兩個輪流加 很有意思 好 台灣小吃一滴 尤其是南部的 一滴 嗯 它甜味比較重 差不多加到一大匙這樣子 秋瓜甜甜的感覺 好 好 我不要煮到我要吃 不要吃 我跟你講這個是有福氣的 你要老饕老饕有沒有 你有沒有常聽人家說是老饕 老饕不一定會吃 他會吃 對不對 這讓滾一下 先讓滷 那魚要翻嗎 不用 用油都蓋過它了 對… 我們炸的東西 就是蓋過它的原物料 假如說我煎的東西 是在它的原物料的一半 好 在這個時候我們加入最重要的 這個加什麼 變 對 讓它出味 讓它出味 一開始我們就直接就先用油去煎 對 先乾乾焦焦的再把它打成酥 打成… 對… 這味道就會出來 很香 好 這個我們那麼久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它長得怎麼樣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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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表示說 這個魚的含水量很高 很高 新鮮 新鮮才這樣 它含水量高 只要說它含水量不高的話 白帶魚一下去就黃掉了 對… 所以它肉質比較薄 對… 整個就乾掉了 對… 它煎差不多要三到五分鐘 要喔… 你要試試看 看什麼口味 你說什麼 這個… 你試試看 對… 湯頭 無味無爽 嗯… 可以鹹一點嗎 還鹹一點 好 一點點 好 沒問題 熱熱熱熱啊 熱熱熱啊 熱熱啊… 熱熱熱乳 OK 那魚要不要看它熟嗎 好 我們來看看 可以啊 這樣差不多 對 我們把它放起來 直接撈起來 對 炸魚跟炸肉 一樣 炸任何的東西都是一樣 好 炸任何東西都一樣 就是一定要把它炸熟 為它最基本的一個要素 對不對 魚肉不怕 但也不能炸太久 炸太久的話 它水分就吸 就吸掉了 對 我們火再加熱 火再加熱 再炸一次 還要再炸一次 對…讓它黃 讓它黃 現在只是… 現在只是讓它熟 熟 這個好了 是不是 來 勾芡 來 味道可以了 可以… 你負責喔 OK的 OK 好 我給它煮光 我還要夾 還要夾 我跟你講 這個是有福氣的人 你要老饕…有沒有 你有沒有常聽人家說是老饕 老饕不一定會吃 他會吃 對不對 我認識一個那個 不夠 美食專家 他…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煮 但是確實他… 他們非常會吃 他吃得有頭有… 有輪角的 對 就是… 零零角角都可以吃得出來 而且他們那種愛吃到 就是… 組團喔 去吃喔 對… 然後有時候今天打給他說 你在幹嘛 我在… 我在北海的海鮮餐廳 今天吃了14家 我現在吃到第10家 他們可以去做這樣的評比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聽到會去撞壁 哪有得行 對… 對 差不多 你看我炸兩次喔 你來喔 你看 有一樣帶黃 第二次下去 對 然後有點… 好 我們拿一個大碗 我告訴你 稍等來底… 底… 拿一個小碗來放這個 酥的 這樣才會晒 好啦 我們把它炸好了 在台北粉 台北粉 看看再炒 炒一口氣啦 炒一口氣你看 嗯 對不對 那口氣就上來了 好 OK 這個是黑醋 黑醋 加黑一口 好 加黑一口 真正味 好 好 好 火把關起來 哇 好香 我拿一勺筷子來 來 我再拿一個小盤 拿一個盤子來裝魚 就是炸的 大一點 湯的我們就直接丟到這個 對… 煮出來的 跟湯裡面 跟湯 那炸的不需要太多 其他的跟湯 都放在這個裡面 好 炸的太多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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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這個把它補起來 這樣 這樣 這要 我們去外面吃就是這樣子 它給你舀好了以後 它的上面就給你浮在這個上面 對不對 好 我好久沒吃這道料理 台灣小吃 台灣小吃 好 好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給它放一點這邊 那這邊呢 不要讓它太單調 這邊 就給它放一點這個 那它的醬汁 太棒了 擺在旁邊 要沾多少 就加多少 來 放這邊好了 放這邊好了 好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一魚兩吃 土…什麼 土吐 土吐 土吐魚雞 乾絲兩吃都有 乾絲分離 對 乾絲分離 我們先吃乾的 對… 你剛才滴滴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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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吃 百搭 這個醬汁 百搭 而且非常道地的台灣味 對 我們以前 我以前去教這個 人家說那是什麼味 我們又說古早味 古早味 古早味 來 再幫我們複習一下好不好 我們這個醬汁 剛剛是怎麼調配 醬油 醬油 黑醋 糖 糖 香油 蔥 蔥 薑 蒜 蒜 紅辣椒 香菜 對 還有老師的愛心 還有我的愛心 沒錯 調出來就是我們這個古早味的 台灣醬汁 台灣醬汁 非常好 帥的喝湯 來 喝湯來… 這味道 味道滴滴滴滴滴 那好運 吃 我覺得那麼道地的台灣料理 不用去夜室吃啦 大家自己煮一煮 這就是冰淇淋的香 嗯 扁魚好香 好香 好香 香 這湯頭 那個香味非常濃郁 搭配白菜 吃起來很開心 那個魚剛剛 剛剛有一點吸住那個醬汁 你吃吃看 很好吃 醋不夠 加醋 加辣椒 哇 你也喜歡吃辣椒 或者胡椒粉 胡椒粉 對 加胡椒 更帶味 喔 黑醋 對…太… 太道地的台灣味 我們台灣就是這麼可愛 嗯… 非常感謝老師今天為我們這個 教我們這個魚的嘗試 不敢當 對是我應該的 大家幫我們調出這個 非常具有台灣代表性的 這個台灣醬汁 台灣醬汁 嗯…然後又做了一魚兩隻 乾的豬腿魚 還有我們的豬腿魚雞 豬魚雞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喔 豆腐喔 可以把它煎一煎 來問這個 好吃耶 你說豆腐啦 豆腐 雞肉 雞肉 對啊 醬汁我覺得是 醬汁 沾任何的東西都很好吃 嗯 雞吃雞吧 我都賣雞要結尾 謝謝美食好吃 今天為我們帶來 這麼豐富的台灣料理 謝謝 謝謝 豆腐兩吃的做法是 先將扁魚炸酥 放入塑膠袋中拍碎 豆腐魚切塊狀 入鹽 胡椒粉 酒 蔥 將醃10到20分鐘入味 再沾地瓜粉或太白粉 入油鍋炸至熟撈出 轉成大火之後 再回炸一次B油 大白菜切塊 放入水中煮滾 加入雞粉 醬油 胡椒粉 鹽 糖 調味煮成高湯 然後再加入扁魚酥 入味後勾芡淋上烏醋 接著將蒜末 紅辣椒末 香菜末 蔥末 薑末 香油 烏醋 醬油 糖 調和成古早味醬汁 最後將炸好的魚 一半放入盤中沾醬汁 其餘的放入湯中 加入香菜 就成了土坨魚羹了 豆豬它是黃豆製品 它裡面有加了一些的 辛香料汁 原起來是有一點豆腐的 那個香味的口感 香香香這樣 本身它是一條一條 是整條的 精力濃縮之後 它要經過攪拌機去做攪拌 攪拌之後才會成為這樣子 要不然以前我們都是要用菜刀 因為一直多一直都會作動 常上餐館的朋友呢 會不會發現您的用餐習慣其實蠻固定的 這個點菜的時候菜單一來打開 欸 看了老半天 點的還是你平常吃的那幾道 就跟我一樣 常常被我老婆罵 沒創意 欸 就像我們這個料理裡面常用的配料 豆酥一樣 豆酥我們常聽到就是豆酥鱈 豆酥鵝 豆酥蝦仁 但是豆酥只能配海鮮嗎 不能夠來點新鮮的創意嗎 今天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先歡迎駱師傅 今天好咩上菜要為大家介紹 豆酥雞腿 主要食材有 雞腿一隻 豆酥一包 蒜頭三個 薑兩片 香菜一根 蔥兩隻 辣椒一隻 調味料要準備 豆瓣醬二分之一小匙 糖一小匙 胡椒粉二分之一小匙 還有酒一小匙 以上就是豆酥雞腿所要準備的食材 如果師傅今天要挑戰一點不一樣的 對 我們來做一個豆酥 那豆酥的最有名就是豆酥鱈魚嘛 對 沒錯 對不對 再過來 豆酥鱈魚 豆酥鵝啊 豆酥鵝啊 再過來 豆酥蝦仁差不多啦 有 還有什麼 沒有對不對 豆酥大部分都配海鮮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配肉 那就是雞腿 我們配雞腿 對 雞腿肉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豆酥雞腿 那雞腿我們稍微要把它醃過之後下去炸 不是用煮的 煮的那個口感沒有嚼勁 那我們要用一個古早味的一個做法 直接把它做一個醃漬的動作 然後直接下去炸 古早味的做法 對 古早味的做法 來 來 教我們怎麼做好不好 那我們先把那個辛香料 我們等一下要炒豆酥的那個辛香料 我們先切 我們剛才的這個薑呢 薑 先把它切成薑末 豆酥是怎麼製成的 豆酥本身就是黃豆 經過曬了之後呢 它加了豆瓣醬跟所有的醃料 下去做一個醃漬之後 曬乾之後就成為豆酥 豆酥 那我們大概還要再炒過 對 那豆酥的話 它本身沒有油脂 可是呢 它本身的口感就是要經過 那個油脂的一個煸炒之後 變成香 喔 之後產生一個豆酥 吃起來這樣 香香甜甜的 對 對 來 給我一個小碗 對不起 小碗嗎 好 那我們這個等一下呢 就要炒那個 豆酥的 這個待會兒要炒豆酥 對 豆酥的 它有那個辛香料下去炒的話 它味道會比較香 要加一點起來 這個一樣把它切末 對不對 把它切末 然後切末大部分都會切 就是用剁的也可以啦 它一塊用剁的也可以 然後這樣子會比較快 把它切成末 蒜頭咧 因為它的量不用太多 因為你差不多炒一份 一份差不多 我們大賣場買的一包的量 差不多用這樣的一個成分就可以了 喔 這樣子 薑 蒜 蒜 把它切成末 對 切成末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要炒 那因為上面呢 只有一個 就是灰色的那種感覺 那靠近土蒜 我們再加一點蔥啊 下去做一個 搭配 對 搭配 炒豆酥還是需要豆瓣醬 要 還是要豆瓣醬 要提它的香味出來 一般我們往上加的 豆酥 裡面還是有 豆還是有 來 我們直接把它切成蔥花 然後辣椒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切成末 然後香菜也把它切成末 等一下加在那個 豆酥上面就增加它的那個量子 蒜 薑 蔥花 對 然後這個本身呢 豆酥它是黃豆製品 它裡面有加了一些的辛香料 聞起來是 有一點豆的那個香味的口感 香香 香香這樣 它本身它是一粒一粒是整粒的 精緻濃縮之後 它要經過攪拌機去做攪拌 攪拌之後才會成為這樣子 要不然以前我們都是要用 菜刀 一直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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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粒 所以你看我們打的節度會很好 就是每天都在那邊一直剁薑米 以前都算你一直做那個 豆酥的原因 你要不成為廚師也是一個很好的骨手 對 沒錯 好 來 我們再過來咧 豆酥雞腿 雞腿 雞腿 我們是用肉雞腿 整隻的肉雞腿起來之後 我們用兩隻 直接拍一下 本肯定都沒有 用炸的 對 整隻下去炸 來 我們先把它醃一下 我們拿一個 大一點的 臉盆 沒有 鋼盆 講臉盆我去 我還找到臉盆 對 我們鋼盆這個大一點就好 稍微剁一下等一下 炸起來的話 它比較不會縮起來 所以我們這裡面稍微把它剁一下 斷筋 稍微斷筋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咧 剩下最後的一顆有沒有 拍一下 我們也是一樣麻切末 然後醬油 醬油 一樣喔 醃料 我們最喜歡用的醬油 差不多倒進一茶匙 一茶匙 一茶匙 你倒進來 沒關係 時間 好 OK 然後咧 那個黑醋一茶匙 黑醋也一茶匙 對 好 再過來 胡椒粉 胡椒粉 然後帶一點糖 帶一點糖 糖也是差不多倒一茶匙進去 它的比例就是一比一 它不能太重 黑醋 醬油 然後糖 糖 加 再進去 蒜 胡椒粉 對 這是醃料 醃料 基本的醃料 酒 加一點差不多一茶匙的酒 它的一比一這樣子 然後我們咧就下去 做一個抓麻的動作 讓它的味道整個散發在裡面 稍微醃製一下 來 抓麻交給我 對 好 替魚不錯 對 剛剛加醬油 醋 酒 糖 胡椒粉 胡椒粉 對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醃料其實我們盡量去醃料 都盡量加一點醋下去 它會增加那個口感 因為醋跟蒜頭它聞起來那個香味 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你用醋來醃 人家說加醋 那個肉質的顏色會變 不是 它醋的話 它經過烹調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甜 它會產生一種香味出來 所以一般都會醋說 加乎醋是最後才加 其實醃料的話 你加上去的話 那口感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們做那個 一般的那個酥 酥排骨 酥炸排骨 意思一樣 它裡面也有加一點醋 那吃起來味道就完全不一樣 可是最香的就是在那個 那個蒜頭跟五味粉 五香粉那個口感 所以完全不一樣 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有一個 就是地瓜粉 在沾粉的時候 一樣下去沾的時候 就把它壓一壓 那這個的話 因為它整個黏稠度會比較好 所以你把它壓緊一點就可以了 兩面把它壓緊 可是在皮的這部分呢 它會比較散 所以在皮的時候 要很用力的去壓它 皮的這個部分 對 那其實最重點的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炒那個豆酥的那個看法 豆酥你在攪拌的時候 剛開始是軟的 到時候會盤成酥的是硬的 可是你在一剎那之間 差不多幾秒鐘沒注意到 就變苦了 所以豆酥也是滿難炒的一道菜 豆酥 現在在大賣場都幾乎都買得到 很簡單 來 先壓一下之後呢 你要再翻過來 翻過來 對 翻過來再壓一下 整片好像炸雞排這樣子 那有的如果你要讓它熟一點 還是說要快一點 你就把它片成兩片也可以 對 所以這個時候要壓緊一點 壓緊一點 對 越緊它的口感會越好吃 它的皮就厚的厚實度會很好 那有的也會甚至於放粉啊一些的 就好像類似炸雞排這樣子 整個要讓它很均勻 那我們拍打一下 好 來 就這樣子兩邊 真的 滿透的 直接 油溫熱了之後直接下鍋 來 我們直接下鍋了 我們要讓它熟剛開始的油溫 稍微讓它能夠定型 不要太大 要不然呢 因為我們有沾上一點的醬油 它的顏色會比較重 等一下炸起來的話 它的顏色完全會變掉 來 直接丟下去 哪一面下沒差嗎 沒差 等一下我們會慢慢的炸 炸到它整個熟透之後 再用搶酥的那種感覺 要用什麼 就是用大火直接把它炸酥 炸酥 對 我們現在把它撈起來 我們要讓它盛一下 稍微微微微一下 小心 還好我沒站在你旁邊 沒有 我們讓它撈一下 我們等一下咧 讓火力搶一下 然後油溫讓它繼續加熱 是 溫度差不多120 130一直上升沒關係 那因為有時候溫度會太低 它的那個粉會墮落 你有沒有簡單聞到那種香味 那就是蒜頭跟黑醋 產生糖的一個甜味出來的一種香味 這個味道其實很 不管你搭海鮮搭什麼都很搭 然後起來很像那個豬排一樣 那因為我們的醬油加的不是很多 如果你有的來加油 要讓它重一點加醬油會加很多 那炸起來就會比較黑 那你這個顏色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那麼的黑 一般這個豆酥雞腿可以不常見 對 一般豆酥還可以再搭配什麼 除了海鮮之外呢 除了海鮮之外其實大部分都是 會用在炒椒鹽 我一直提到炒椒鹽那個口感 譬如說你把一些的肉炸過之後 一定要經過炸 不可以經過蒸也不可以經過煮 因為豆酥要經過炸之後它才有彈性 它的口感才會有彈性食材 那如果你用煮的話 還是用燙的其實口感都不好 那其實我們用這個方法 你牛肉也可以做 豬肉也可以做 雞肉也可以像我們這樣子做 那豆酥一定要配肉類的東西 海鮮的都可以 譬如說魚也可以 魚的做法也是可以跟我們這樣子做 豆酥 雪魚有清蒸的就沒炸過 對 有的也不用 它的意思是上面一定要稍微淋一下 那個豆酥 雪魚的話 一般我們講鮭魚 鮭魚其實這一針 那個炸過的口感味道會比一般 你這樣子吃起來口感會比較好吃 等一下你試一下就知道 那雪魚的話 它經過它的肉質很軟 吃起來很綿性 那吃起來剛好上面一層豆酥 脆脆的酥酥的感覺 搭配得很好 搭配得很好 可是咧 一般鮭魚在煮的時候 豆酥怎麼樣 鮭魚煮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彩彩的 有沒有 你看鮭魚煎的 很香的 煎的很好吃 但是 如果你跟它蒸過之後 它會怎樣 味不出 不 炸炸 就是它裡面肉會澀澀的 所以為什麼鮭魚只有能鮭魚蒸的 還有一般的比較新鮮的魚 都可以這樣子做沒關係 那你可不可以 簡單的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在觀眾朋友在家自己做這個豆酥的話 有辦法嗎 其實 它的 沒必要要搞缸是不是 你的意思 對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豆酥 我們一般咧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慢慢炸 其實做這個料理 你要注意它的火候 我們等一下會拿起來再讓它想說 其實一般我們在做豆酥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 很繁複的一個程序 它要經過豆的發酵 然後之後再經過醃漬 醃漬好之後再直接 下去做一個烹調 蒸過 然後經過醃 再蒸過蒸 再蒸過醃 再蒸過醃 兩次的刀手續之後 再直接放在那邊 讓它自然發酵 發酵 好像類似納豆那樣的情況 曬乾 對 曬乾 那其實在家裡 我認為做這樣的一個復活的成分 對啦 不會用工工啊 對啊 那一包比較 剩下它四五十塊 你買回來你就這樣炸炸就可以了 你說買家裡來做的時候 其實如果真的要講究 它的那個繁複非常的難 建議不要 有豆酥吃給甜甜 還有鹹鹹的 但是最後調味的時候再去 對 等一下我們調味的時候 我們要做調配 來 我們現在把它撈起來 我們要讓它等一下 稍微微微一下 小心 小心 還好我沒站在你旁邊 沒有 我們讓它撈一下 我們等一下咧 讓火力搶一下 讓火力稍微 還要再下去一次 對 還要下去一次 我們搶輸它 我們要看裡面咧 要稍微熟透一下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 醬油下去的顏色 有發一會兒 不要那麼的廣 所以起來的顏色就會很生 其實它炸起來就會很香 所以醬油下鍋的時候啊 它的顏色就會比較那個 雞肉不怕炸 對 雞肉其實不怕炸 就是炸手一點都沒關係 對 雞肉不怕炸 麻煩 火夠了之後咧 我們直接把它放下去炸 最後的搶輸它 用大火 對 用大火 是也可以把它裡面的油逼出來 把雞肉裡面的油逼出來 對 用大火直接搶輸它 可是要注意它的顏色不要太重 好 等一下我們要有一個稀油脂 好 我們吸一下油 好 這個顏色它本身起來就是會比較 有一點重的那個顏色 好 稍微把它加一下 對 那其實它是酥的 油瀝掉 對 一般我們如果油不瀝掉 等它冷卻的時候 那個酥感就不見了 對 它整個會讓油吸住 好 哇 你看這隨便壓那個裡面的湯汁 對 一定有很多油的 哇 就流出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一個刀子 我們直接把它切開 雞肉再怎麼炸 它的肉質都 還是一樣 肉質一樣 對 它這樣子的剛好 然後我們成品盤 好 秀秀秀 對 來 我們先把成品盤擺進去 好 先試試 好 現在我們要來炒這個豆酥 嗯 對 來 這個豆酥呢 炒的時候一定要油脂一定要夠 油一定要夠 對 我們這個豆酥買回來 要做料理的話 一定要經過炒 對 經過炒過 對 這都打打的嗎 對 一定要有一點油 下去吃它的那個口感 對 這個要怎麼保存 要不要冰 冰在冰箱裡面就好了 冰在冰箱 它就不會受炒 對 我們薑米蒜米先下鍋 薑米蒜米 對 先下鍋 好 讓它爆香 那個口感出來 豆瓣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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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點下去 這炒起來不會嗆啊 這只要一點提它的顏色 好 你只要炒豆瓣我第一 聽一點直接先看四號機 對 把豆酥加進來 然後豆酥你加進來之後 它會吸一點油 你這時候再加一點豆酥 對 再加一點油進來 那豆酥本身它的那個酥的那個感覺啊 我已經提到它的香味會出來 先炒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開始要加糖 你剛才講的那個甜味跟所有的味道 就是在這邊加 對 一點點胡椒粉 然後加一點酒去提它的那個香味 酒的它有一點水對不對 可是它到時候會變得比較乾 豆酥是薑跟蒜先下去爆香 對 加一點就直接倒入我們的豆酥 對 然後加豆瓣醬 對 加酒加糖 加點胡椒粉 對 來 炒起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它成為一個網狀 那起來你在炒的時候 就有一個一顆一顆這樣就好了 不能再下去了 你切好的這個蒜末跟 這樣子就差不多 不能再繼續炒 不能再繼續炒 炒了就會胎那個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起鍋 直接就淋在 淋在上面 讓它有一層的豆酥那種感覺 它整個亮度就出來 那我們剛才不是有一些的那個香菜嗎 對 好 我們直接就把它撒在上面 那這樣的吃法其實老實講 它會吃到那個整個香味的那個豆酥那個口感 那顏色起來就會很 很亮 好 那我們這個咧 就直接把它擺上去 我們經過炸 又炒 讓豆酥搭配這個雞腿 你做法啊 還滿快的喔 對 那其實我們在吃這個豆酥的時候 它會自然吃到那種 整個香味的那個煮感 所以比一般的那個味道更香 一般都是大部分都 用一個椒鹽讓你沾 可是你可以吃到那個豆酥 那本身的那個香味 對 哇 食材新搭配 豆酥不配海鮮配上雞腿 會是什麼樣的口感呢 藍藍計畫嗎 好 來試試看豆酥雞腿 好 來 我覺得這個豆酥跟雞腿它融為一體耶 不過它顏色 顏色是一樣的 對 顏色這整個是融入進去的 來 好 豆酥 對 加一點豆酥 好不好 嗯 口感很搭 這雞肉我們表皮炸得酥酥脆脆 配上豆酥的一個口感 酥在一起耶 對 酥麻在一起耶 有沒有覺得它的那個甜味跟它的鹹味剛剛好 對 那香味當然有那個Q勁跟嚼勁 如果你吃鱈魚沒有這種Q勁跟嚼勁 對 吃鱈魚 所以為什麼跟肉類搭 鱈魚的肉一入口就化掉了 對 這個是有搖桿有嚼勁的 對 所以味道很讚 那其實我們在家裡做的話 你炸好的這個豬排還是雞排 你都可以這樣子做一個調配 你不見得說要做椒鹽 還是任何的口感 你就這樣子豆酥炒一炒直接淋上去 然後又方便 是啊 可是你要沾鍋炸鍋 一定要炸鍋 一定要炸鍋 基本上配合豆酥的食材的話 它的表面可能也是要酥脆的 酥脆的 肉類酥脆它的口感會比較好吃 嗯 對 沒問題了 今天 我們 豆酥 你剛才再加一遍 怎樣炒 怎樣下去炒 其實我們用 薑跟蒜頭先下去鍋子裡面爆香 將蒜頭先去爆香 對 爆香好之後 我們加一點點的豆瓣醬 去提它的那個鮮味出來 然後它的顏色 然後爆香好之後 我們再把豆酥放進來 然後我們油脂一定要夠 如果你今天放一包的 差不多有150公克的那個豆酥 我們差不多就要將近加70克的油 差不多一半的的油 直接下去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吸油 可是它不會很油 趕快再加一點油 對 趕快再加一點油 然後整個來炒酥 對啊 湯油加不少 可是用起來完全不油耶 對 很舒服 對 那個口感就會覺得很好吃 所以它的湯汁啊 跟所有的味道就是直接添下去 所以味道就很讚 所以重點就是在炒的時候 顏色馬上變就要馬上起來 我們剛才就變成很黃了 那時候就是已經好了 對 像我咬起來那個雞肉跟 雞肉的皮跟豆酥 還是卡滋卡滋的一直很酥脆的 所以它起來時間一短的話 它的整個口感就散發出來 各位朋友 如果你吃習慣了這個豆酥 就是只能配海鮮的食材的話 不妨試試看 我們豆酥不只能夠 加上海鮮 還能夠加上我們的雞排豬排 其實通通都可以 都可以 謝謝肉師傅為我們帶來這麼好吃的料理 謝謝 謝謝 豆酥雞腿的做法是 將薑切末 蒜頭切末 蔥切末備用 將雞腿去骨後 入蒜泥 醬油 烏醋 胡椒粉 糖 酒 醃漬入味 接著將醃漬好的雞腿 蘸地瓜粉 下鍋炸至金黃色撈起 大火回炸逼油後 撈出切片排盤 鍋中放入兩大匙的油 將蒜頭 薑 爆香後加入豆瓣醬炒散 放入豆酥 接著加入胡椒粉 糖 酒 辣椒末 蔥末 蒜末 然後拌炒片刻後 起鍋淋在雞腿上 就完成了這道豆酥雞腿 木蓋 他在賣的煮酒 中小火 對於麥克末 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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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